百变天后蔡依林 韩国女团Blackpint的Jisoo Lisa到欧美天后Rihanna 名模Kendo Jenner 通通都有一咖小废包 小废包当道 但是你知道 小废包为什么会这么红吗 而且小废包的始祖到底是谁呢 前前没有不见 你有你的选择权 大家好我是Cindia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小废包 小废包呢已经是这几年的流行 关键字大咖明星 忍受育康 像是百变天后蔡依林 韩国女团Blackpint的Jisoo Lisa到欧美天后Rihanna 名模Kendo Jenner 通通都背起了小废包 小废包呢不止可以装得下 可爱还是个人个性跟品味的象征 但是小废包到底是从何而来 它又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呢 说起小废包的历史呢 我们可以回顾到 十旧世纪欧洲的美好年代 这个时期的欧洲上流社会 有一段繁荣又幸福的时光 当时呢上流社会的女性习惯 随身携带小钱包 包括是手包 因为小包的外观能够 衬托出他们的优雅 而这个时期的迷你包呢 就像是富人身份的象征 那些装不下的东西 他们其实也不是很care 因为反正有人会帮他们拿嘛 他们也根本不需要管 而这个小包象征 富人身份的风潮 一直到1984年 Ermars推出了 波金包才发生了转变 这二十几年间呢 功能性的大包包取代了小废包 成为了富人身份的象征 也是时尚圈的主流 但是都说呢 时尚啊是会轮回的 在2015年 Fendi的传奇设计师 老佛耶卡尔·拉格贝 在春夏时装中 把Fendi的经典包款Pickup 缩小到了只有一个巴掌这么大 对时尚圈呢 投入了一个震撼 把尺寸缩小 更展现了Fendi的做工精湛 也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没想到这么小的包包 竟然这么的简约 这么的潜味 还这么的古灵精怪 这款包呢 甚至获得了2015年Vogue 人气年度包困的票选冠军 但是精品大派带起风潮不稀奇 2017年这波小废包的热潮 被法国品牌 Jack Moss推向了高峰 原本的Jack Moss 只是来自南法的一个小众品牌 创立不到10年 虽然它小有名气 但是销售额呢 始终都是平平 直到 在2017年品牌发表了Lachito迷你包 这款小废包啊 甚至比模特尔的手掌还要小 直接就是小到了极致啊 但是呢 它看准的就是装饰主义的回潮 在一票品牌都在讲求包包功能性时 缓其道而行 出了这款只有装饰意义的小废包 装饰主义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出现在法国的一种世纪艺术 融合了不同的风格与材质 将精致的工艺与丰富的材料组合 强调装饰品的别致优雅 展现了强烈华美的视觉印象 将装饰主义放到现代的时尚界 成为整体造型打扮的一种风格 而因此这款小废包推出之后 包括嘻哈天后Rihanna 英国小天后Dua Lipa Tromo Bella Hydid Kendo Jenner 意大利的K.O.L.K.A.L. Fellagni 与布拉萍的Jenny等等 都被拍到他们带着这款包包出门 品牌瞬间爆红 成为了小废包的食物 一个售价450欧元的小废包 让这个大概只有50个人的品牌 营业额从2016年500万欧元 一路飘升到2019年的2500万欧元 短短的4年间翻了5倍 从这个时候开始 小废包的旋风 袭整了整个时尚圈 每个大牌都一定要推出自己的小废包 但是Chanel Dior LV Celine 甚至是连终结了小废包流行的 Armers都推出了迷你台力包 而且不只做包包 各个品牌呢 也都绞尽脑汁 推出了像是耳机包 手机包 甚至是化妆包款式的包款 各种的造型 颜色和装饰 也都被应用在小废包上 为的就是要抓住 消费者的眼球 谁都不敢在这个 小废包的蜂巢中被丢下 但是小废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红呢 今天呢 Cindy啊 就帮大家整理了 小废包之所以会让大家这么爱的 5个原因 现在顿舍里当道 因为小废包的流行 大家也开始发现 其实自己不需要 每天背着这么多的东西出门 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发表了研究 总是背大包包的人心理压力比较大 焦虑的程度也比较高 通常交谈时的话题也比较沉重 而小废包呢 在某种程度上面 也是在鼓励人们走向 极尖主义 拜托包袱 生活习惯的改变 其实也是小废包流行很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以前流行使用长甲 要带现金 各式各样的卡片 还要带一大串的钥匙 但是现在出门呢 一只手机走天下 就可以付钱 卡片也被整合在手机里面 甚至连你回家时 都可以用指纹感应 或者是密码开门 收藏一个名牌包包 但是价钱却总是让人却步吗 想要入手金品包的小资女 一定都有发现 现在各个品牌的金品包 每年都涨 甚至还有可能一年涨两次 所以价格相对亲民的小废包 可以说是小资女的福音 拿Chanel来说 可以装得下iPad的大尺寸 Boy Chanel要价20万 但是同系列的小废包 却只要四分之一的价格 如果不是要天天带iPad出门 我当然买一个小废包就够用啦 再说 如果我真的要带iPad出门 我们也是不会介意把它拿在手上的啦 小废包的设计 更能够展现个人的风格 它不但是包包 根本就是身上的装饰品啊 你身上佩戴一个吸巾的装饰品 当然容易吸紧别人的注意 开启跟别人的对话 或者是自找话题 而且在这个社群媒体当道的年代 时髦的人们呢 都真相展现自我的风格 小废包不但不会挡住身上的穿搭 又有画容点睛的效果 最后一个原因呢 当然就是因为 我喜欢啊 小废包长得这么可爱 外形光看就让人家有够心动 基本上呢 包包已经变成身上装饰的一部分 作为搭配更胜于它的功能 日本电视台做过一份街头访问 了解大家为什么要使用小废包 受访者一致表示说 比起实用性呢 年轻的女性其实更在乎的是包包的外形设计 看完上面五个原因 你有没有想要入手一个小废包呢 不要说我光烧大家不负责 我也帮大家整理了几款推荐的小废包 如果想趁你年终的时候入手一个精品包 预算大概三到五万的小资女 我们推荐你这几款 像是Lady Dior的手机收纳袋 Celine的经典款小废包 或是YSL的腋下小包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拉到五到七万 你有更多的选择像是Lady Dior的迷你漱口提袋 LV的迷你水筒包 还有Chanel的链子小包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废包至少至少至少要装得上手机的话 那你可以选这几款 那如果男朋友送你你要哪款 哦当然全部都要啊 怎么可能你想太多 好啦那我选Celine那一款 因为我想要跟Lisa用同一款 看一下我能不能变成Lisa 好啦我们今天介绍的呢 都是精品品牌的小废包 大家有想要看评价版的小废包介绍吗 如果想要看更多评价版的小废包内容 就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 Celine的年约我是西西亚 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 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看哦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